最近消息晚间9点多 省道台九线苏花公路147.7公里处 北上车道发生了坍塌 警方赶到的时候发现两颗大石头卡在路上妨碍通行 立刻通知了公路局清除 把两颗大落石移到了路边 那因为这个路段落石坍塌数量过大 长约150公尺 宽度已经占据到南下的车道 目前公路段暂时摆放了三角锥提醒用路人 北上车道则是单线双向通行 哈喽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